第一千零一章 主人 宗门弟子在商会中订购的灵宝和一些杂物到了 这么快 现在宗门弟子一人能合上一件后天灵宝了吗 截止到目前为止 宗门弟子的平均寻黄之气 只能购置一件平常的后天灵宝 唉 看来还是要多发福利啊 徐凡眼前出现了一道阵法虚影 正是正在布置的三千届内壁防护阵法 阵法在徐凡的控制下开始修改 弄了一处薄弱之地 专门用来放准圣以下的混沌巨兽进来 徐凡摸着下巴 哼 不愧是人族顶尖商会 有这么多件后天灵宝库存呢 主人 根据太史宗的内部资料 人族这些顶尖商会 在界外之地都有专门的灵矿界 只要时间累积的够长 再多的后天灵宝灵矿都有 付出的只有时间成本吗 这种人工催化出来的后天灵宝灵矿 徐凡也会 只不过太费时间了 正如引力门刚进入仙界时 那一批掀起胚胎 哪怕是有葡萄控制的时间加速 这才将将成行 主人 宗门中有一处圣阳界 那里的圣阳之力 堪比圣日新八万光甲处 目前 在那圣阳界 绽放着大量的新阳铁 在法阵的加持下 预计三千万年后 便可成为圣阳灵铁 不错呀 这种世界你造了多少 八百五十个 不影响算力极限运行 嗯 让你推演的自身 晋级先天至宝的条件 推演出来了吗 没有 以目前数据库中的资料 不足以支撑葡萄晋级为先天至宝 慢慢来 实在不行 我就找上一件先天至宝 让你替代 起搜人族商户的先钟 在引力门中停留一个月 便告辞离开了 连走前 镇守商队的圣人 还过来拜访了徐凡一番 毕竟像这种大客户 那可不多见 一定要好好地维持住 葡萄 告诉弟子们 五年之后 宗门会开放一个缺口 到时候 让他们尽情地上 葡萄把这条消息发到了宗门论坛上 一下子宗门弟子们都疯了 开始摩拳擦掌 霍霍向巨兽 引领门内 一处付费开辟的小世界中 一尊大道巨人正在演变剑阵 一百把后天灵剑和数万把仙剑 正在不断地飞舞 混沌大五行剑阵 雷影五沙剑阵 破灭剑阵 一套接着一套的大威力剑阵 不断地演变 葡萄还给出了剑阵的具体数据 以及他们的优缺点 同时 大道巨人还在模拟 剑阵对战混沌巨兽的表现 一天的练习完成之后 大家解除战阵 大道巨人消散 五百位剑道一脉弟子 出现在小世界中 向云笑着说道 不错 混沌巨人熟练这些剑阵之后 战力起码比以前提高两成 再加上首富师弟给我们提供的 后天灵宝零件 下一次再斩杀混沌巨兽时 一定能够拔得头筹 我提供的东西是其次 重要的是向云师兄 在见证一道上的造诣 韩飞宇笑着点头 练习完之后 他回到了洞府之中 这时 一道光幕出现在韩飞宇的面前 韩飞宇 你的法宝在混沌阵法中 吸收混沌之气圆满 请接收你的法宝 韩飞宇轻轻点了点 一道直径不足一尺的小型传送阵 在他面前浮现出来 旋即 碧玉葫芦出现在他的面前 韩飞宇欣喜地接过来 开始查看 不知道碧玉葫芦 能不能催化鸿蒙紫气水晶 韩飞宇说着 拿出几枚黄豆大小的 鸿蒙紫气水晶 放到了碧玉葫芦中 稍微感知了一下 韩飞宇就大喜过望 他感知到 鸿蒙紫气水晶 在一点点的增加 可随着时间推移 这种增加的速度越来越慢 想要催化成原本成倍大小的话 至少需要上万年 看来还是有限制 有时间去问问师祖 韩飞宇又往里面 放了一惊玄黄之气 这次催化速度 恢复到了以往的水平 韩飞宇脸上终于露出了笑意 不管走了成果了 T1002章 不多时 徐凡就看到沙雕兴奋地拿着一块冒着强烈气息的合金飞过来 这个合金虽然不属于灵矿级别 但是其所有的特性 优于那些灵矿 用此炼制后天灵宝 不成问题 沙师兄 你辛苦了 徐凡不断地感慨 沙雕研究这玩意儿 他早就知道 本来他也是没抱什么希望的 这东西至少要研究几十万年才有成果嘛 没想到呀 这才一万多年 沙雕就已经成功了 哎 门门通 不如一门精啊 不倒 评估一下 徐凡手中的灵矿合金消失了 他拍着沙雕的肩膀头子 这么多年 师兄一直潜心研究灵矿合金 辛苦了 辛苦个啥呀 在宗门中 总共要做点事 等我回去 再研究更多的不同性质的灵矿合金 等到研究都差不多了 我看一看 能不能合成先天灵宝胚胎 师兄加油 一走到哪儿 我就支持到哪儿 又过了一会儿 葡萄的检验结果就出来了 沙雕笑着说道 耐热和储能 其他方面表现一般 和我当初预想的合金效果差不多 主人 这款合金耐热效果极其优秀 可用于圣日星 听到葡萄的话 西凡摸着下巴 耐热和储能 这样 炼制一批合金后 给一号送过去 徐凡处理完事情 通讯宝镜响起来 他拿出来一看 是黄山发给他的消息 让他来一趟太史宗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 唉 多史之秋啊 徐凡感慨一声 一步踏出 出现在了外星狱中 一道直冲太史宗的空间门打开 徐凡一步踏入 太史宗主殿之中 徐凡见到了十六位人族大圣人 或是分身或是虚影 坐在主殿中 面色凝重 徐凡目光扫射一圈 黄山前辈 什么重要的事啊 此时 圆主的身影 出现在主殿主位上 一本由混沌神铁凝聚成的铁书 出现在徐凡的面前 我观两大神魔帝国 这一次开战的形式不同于往日 所以特地从神魔帝国中 窃取了一些情报 上面全都是混沌符文 所以我想请徐神师翻译翻译 哎 好说 圆主客气了 徐凡说完 看着面前的那本混沌铁书 这上面的混沌符文 徐凡知道 这是蛮兽神魔帝国 给荒谷神魔帝国的最后通牒 翻开铁书看了看 徐凡的面色愈发沉重 他脑海中终于明白了 天灭当初说的那句话 三千节只相当于 两大帝国间的小小部落呀 圆主 这混沌铁书 您是怎么得来的 这是我完全复刻的 你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 既然不沾因果 那我就说了 简单来说呢 两大帝国发现了一处 鸿蒙紫气水晶矿脉 他们都想占为己有 所以决定用最古老的方式 决定矿脉归属 两边投入相同战力 划分一片地方 战到最后的赢家 便可以得到矿脉 而这片地方 把我们三千节囊括其中了 这一下 所有人的面色猛然一变 没想到 事情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园主面色凝重 好了 事情的严重性 想必诸位已经知道了 现在应该怎么办 战斗区域 把三千节囊括进去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 最后必定会被毁灭 现在 要么带领人族 全族逃离战区 去战区之外的 其他界生存 要么加入一方 帮其战斗 力保不被摧毁 联合战区中的其他界强者 加入一方之后 速战速决 别这么玩 秋后算账的时候 可没人保我们 这时 徐凡突然抬头 园主 有没有两大神魔帝国的 疆域图 一张绚丽的光幕 出现在主殿中 园主说道 神魔帝国太过于庞大 只探测到了 靠近三千界的疆域 战区之中已知的 已经囊括了二十多个 如三千界一般的大界 但想要联合加入一方 是不可能的 两边真的要打起来 肯定会有混沌圣人 作证 相比之下 带人族逃离战区的计划 还是可以实施的 徐审师 你有没有好办法呢 我想知道 混沌圣人到底有多强 抬手之间 毁灭三千界不是问题 三千界中的大圣人 除了极个别的 其他的 甚至连出现在混沌圣人 面前的资格都没有 既然这样 我有个想法 在战区向两方神魔帝国 传递消息 利用这些消息 让他们的战斗 避开三千界 这个可以有 但是那些神魔 可以沟通混沌 假的情报 根本瞒不了他们 哼 只要让情报变真 不就行了吗 三千界中 擅长布局的前辈 不在少数吧 只要集咱们之力 让情报变真 并不是问题 徐帆心中 现在没想什么别的 他只有一个念头 那水晶矿脉 到底在哪 那可都是 鸿蒙水晶啊 一头扎进去 符文球就能吃个饱 系统没了 成为混沌圣人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至于三千界 在战区的事情 那更是小问题 硬钢是肯定 不可能硬钢的 但是狗在夹缝中生存 还是摩定问题地 所以 徐帆刚才就是 故意说给那些大圣人听了 主殿中展开激烈的讨论 徐帆看没他的事了 便和黄山说了一声 告退离开主殿 回到引力门之后 徐帆立刻就进入 仙魂空间中 徐帆 你听到了吧 鸿蒙紫气水晶矿脉呀 那肯定不是什么 几千丈方圆的事 哎 星辰一般大的鸿蒙紫气水晶 你要不要 徐帆说完 就注意到符文球 明显地颤抖了一下 哎 你看看 我就说嘛 我现在才是一个大罗胜者 去和那些圣人级别的混沌神魔 搞事情明显不够呀 所以 你解除限制 让我进入到圣人境界 怎么样 到时候 鸿蒙紫气水晶 随便你怎么吸收都行 我绝对不会说一个不字 第一千零三章 徐帆就这么静静地等待着 可那符文球 只是加快了转动的速度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徐帆帮不住了 好家伙 星辰大小的鸿蒙紫气水晶啊 你不心动 符文球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徐帆帮我一把 成不了高个 起码让我守护好我的宗门吧 嘿 还没个反应 你就只是个球啊 难道是方式不对 徐帆 找到矿脉之后 咱们一人一半 你吸收之后不用给我解开系统 那些就全都是你的 怎么样 这一下 球终于发生变化 上面涌现出一条又一条 如长龙般的混沌浮纹锁链 飞出一段距离之后 消散在徐帆的仙魂空间中 徐帆这一下直接看到了系统的核心 他就这么痴迷地看着 若隐若现 大受震撼 可紧接着 球又变成了一个球 我啦个去呀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 看着一个绝世美女已经拖光光 已经马上要上手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徐帆都快疯了 我 你怎么又穿上了 虽然很无奈 可徐帆不得不接受 他现在已经和徐一统达成一致了 找到矿脉 然后一人一半 徐帆缓缓地睁开眼 只要能用鸿蒙紫气水晶 就能临时解锁圣人境界 这已经够用了 羞翼中出现了一双眼睛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徐帆 徐帆笑了 哼 都是一家人 你这个当家的可不能排外呀 那双眼睛就这么消失 一切还如往常一样 天道也要讲理不是吗 徐帆感受着圣人境界 总有一种万事万物 都在他掌控之中的感觉 看着远处正在布置的 三千件内壁的守护大阵 徐帆抬手 所有材料出现在星域中 仿佛自有灵性一样 进入他们该进去的地方 本来需要五年才能布置完成的大阵 在徐帆台掌间便轻松完成了 退出圣人状态之后 徐帆有些肉疼 太疼娘的跪了 主人 王宇伦第一室的战斗数据已经收集完毕 请主人推演战斗计划 这个简单 徐帆看完第一室的战斗资料 随即推演出了一份战斗计划 没过多久 王宇伦兴冲冲地跑过来 徐大哥 我第一室过了 有什么收获吗 我吸收了真我最开始那一室的记忆 原来他也是太史宗的弟子 一出生便天生异象 直接惊动了太史宗 吴师通大道 不到百年时间便成为金仙 三千年成准圣 那真我的记忆 就停在了刚成准圣的时候 而且在当时 真我是太史宗最能打的那一个 就连现在太史宗的天灭长老 当时都被他踩在脚下 整个太史宗 只有元主能压得住他 真的是太嚣张了 按照你说的 我感觉他成为混沌圣人 应该没问题啊 怎么用了这么费力不讨好的方法呢 我那真我以前说过 他要成为混沌巅峰 远不止混沌圣人那么简单 混沌巅峰 通常要追求巅峰的强者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当时我也笑他 没有最强 只有更强 想要成为巅峰 必受其重 眼看就要成功了 可惜 我最后遇见了徐大哥 巅峰啊 我都没想过 哪能那么容易 好了 现在我已经领悟了一些 可以帮你解除 这条小白蛇的旁门之树了 徐凡说着 轻轻点向了王宇伦 肩头的那条小白蛇 王宇伦顿时感觉到 他和小白蛇间 多了一抹联系 小白蛇看他的眼神 更加亲切了 好了 估计再过一段时间 你那真我就会 以其他的方式重生了 这些都不是大事 你只要记住一点 别出引领导 真我都被徐大哥控制了 为何还能重生 我也不是万能的 有些手段 明知道他会用 我还是防不住的 徐凡看着王宇伦 有些话他没法说出来 以他圣人的眼界 能发现王宇伦的周身 散发着一种特殊的能量 这些能量悄悄探出来 飘到星宇中便消失不见 任凭葡萄怎么查 也查不出他的去向 好吧 但真我没有完全处理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尹领导的 这时 一条庞大的时间长河 突然出现在星宇中 一个形态酷似徐刚的虚影 站立在河的中央 徐凡顿时进入到圣人状态 他感觉到 那个徐刚徐颖 几次想要脱离 时间长河的束缚 踏到岸上 但都被无尽的束缚力拉扯 不能动弹 左门中备战的弟子 全都出来了 开始观摩 那巨人徐颖 正脱不掉之后 身后亮起了代表 五行大道的异象 种种异象融合化为混沌 加持在自身上 一只脚缓慢地 从时间长河中拔出来 踏在了岸上 众位弟子开始紧张起来 纷纷开始带入 如果是他们的话 能不能挣脱出来呢 毕竟这时间长河 和仙界中是不一样的 算是支流和主卖的区别 挣脱难度 也是成倍的增加 习凡眯眯着眼镇看着呢 白发老者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在星雨中成就大罗 如果不成的话 在仙界也无法召唤出 时间长河挣脱了 第1004章 徐凡微笑说道 哼 这小子从小就跟着我 悉心教导 灵宝工法和本原先术 都是顶尖的 我对他有信心 徐凡知道 徐刚这一回 还没用出全力呢 果然 很快 两双巨大的手掌 开始结印 时间长河上空 凝聚着一枚巨大的扭曲光团 徐凡直接就乐了 这小子胆子是真不小呀 时间长河上 升起了一团巨大的蘑菇云 星雨中的空间时间掀起乱流 早有防备的徐凡 瞬间把周围距域给镇压 使其不受干扰 巨人所在的时间长河 产生了断流的影响 巨人的另外一只脚 轻松地挣脱出来 这一刻 他身上的命运和时间痕迹 慢慢消失 牵连的因果 也开始慢慢淡化掉 巨人回头看向徐凡的方向 行礼致敬 徐凡笑着挥手 镇压住了那段时间长河的波澜 小院中 徐凡看着徐刚 满意地点头 不错 这么多年 你总算是开窍了 师父 土耳以前让你费心了 费什么心呢 现在看来 你是让为师最省心的那个 成就混沌大罗 也不要自满 你跟我去过界外之地 也知道在那里 大罗才是起点 以后要再接再厉 不要松懈 时刻保持追求大道的心 知道吗 遵命师父 徐刚成就大罗之后 徐凡直接下令 提前把防护大阵布置好 宗门的弟子们可以享受福利了 所有弟子瞬间欢呼起来 各自找各自的朋友 开始组成大道巨人战阵 整座引力门顿时进入到了 马力全开的状态 无论是战斗还是旁门的弟子 全都是忙碌起来 甚至连各大顶级商会发来的快递 也越来越多 这一场三千界主要面临的灾难 到引力门 仿佛是变成了福利 引力门主封赏 徐凡和黄山在一起品茶 黄山看着盘中的先天灵桃 这个先天先灵根 可是让我太失踪找了好久 没想到最后被你找到了 许愿巧合而已 徐凡笑着拿出了一枚空间戒指 还给黄山 这是当初他欠下的鸿蒙紫迹水晶 黄山却摆了摆手 不用还了 这大阵 我太失踪还没跟你结账 哎 这种为人族出力之事 怎么能收取酬劳呢 哈哈哈哈 觉悟还挺高 不错 前辈 我看几个顶尖大族镇守的情况 有些不妙呀 不用操心那么多 他们能应付得过来 这时防护大阵突然震动起来 三条大圣人级别的混沌巨兽 用蛮力破开了一道缺口 进入三千界中 黄山淡定地喝茶 而星宇中出现了一座空间门 无尽的雷霆出现 星宇中出现了一尊 仿佛由雷电凝聚的巨人 控制着无尽雷霆 灭杀掉了一头 大圣人级别的混沌巨兽 另外两只 则是直接被塞回去了 徐凡看着雷霆 突然感觉有那么一抹熟悉 同时正在大世界中 手持后天灵宝杀敌的大盗巨人 突然停下来 刀比师兄 你来主控这大盗巨人 我好像感觉到我爹的气息 我去看一看 李雷虎把战阵控制权 交给了一位师兄 而自己则向着那道 熟悉的气息飞了过去 无尽雷霆 变成了一位满脸落腮虎的壮汉 那壮汉看着尹灵导 眼神中满是亲切 李雷虎出现在星宇中 壮汉仿佛敢知道什么 看着李雷虎 爹 你都这么厉害了 为何不来找我呢 李雷虎有些委屈了 而这时 徐凡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来 我怪你爹 他的人性 尚不能主导 此雷霆大圣人之位 李屠夫看着儿子 心中不能言 随后仿佛是时间已到 他再次化身雷霆 漫天雷光闪烁中 破开空间而去了 李雷虎表情复杂 最终却是惨淡一笑的 爹无事就好 随后 李雷虎出现在徐凡的身旁 恭敬行李道 大长老 我父亲何时可主导着雷霆大圣人之位 估计在有个六千多万年就差不多了 我能为我爹做什么 一是鸿蒙紫其水晶 二是去界外之地寻找能承载混沌雷霆大道的重宝 多谢大长老告知 李雷虎点了点头 眼神坚定 好了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你爹本是这三千届雷霆大道的意志化身 机缘巧合之下 才会转世投胎为人组 你爹曾经是宗门议员 我会帮忙的 多谢大长老 李雷虎说着 拿出了不到一丈方圆的鸿蒙紫其水晶 递给徐凡 大长老 能否把这送到我爹那里 收着吧 这点东西还不够你爹撒牙缝的 行了 磨刀不误砍柴工 什么时候你到达圣人 再去想办法 李雷虎点了点头 告辞离开了 黄山之时打句道 看来你以前的飞羽界 当真是一块宝地 这林林总总 至少要出三四位大圣人 什么 才四个 不止吧 你误会了 我说的是 天生有大圣人命格的 黄山解释了一番 黄山走后 随着大圣开始运转 最后 三千界缩略图上 某一处亮出了红顶 这事不用这么急吧 再缓一缓不行 有些事情不能拖的 好吧 祝你顺利 黄山有些 黄山有些无奈 王宇伦的真我是太史宗的内门大长老 他已经联系上了太史宗 所以黄山知道真我在什么地方 徐凡却是摆了摆手 前辈放心吧 人族不会损失什么强者 以后会有我的好兄弟代替他 星域中 进入到圣人状态的徐凡 直接破开空间 来到了真我藏身的地方 星域中屹立着一座 比仙界还要大的巨型山脉 王宇伦的真我察觉到徐凡气息 面色一变 徐大哥 你这么早找上门来 有何说法 我那一部分 已经化作了养料 我就是过来看看 别那么紧张嘛 我是看明白了 有徐大哥在 我这万事就归不了一 真我也不害怕 举杯以茶代酒 敬向徐凡 你现在还没有死心对吗 不站在我的立场上看 的确是有些可惜了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 都跟徐大哥一般 轻轻松松便可参悟世间任何大道 我曾经站在过三千界巅峰 但是一场混沌中 神魔帝国之间的大战 让我认清楚了 咱们的三千界 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地方 我亲眼见过 一个堪比三千界的世界 在两大神魔帝国战斗余波中毁灭 那些站在混沌巅峰的神魔 看都不看那被毁灭的世界 只当是走路之时 踩死了一只未被发掘的蝼蚁一般 自从那之后 我便立世 一定要站在混沌巅峰 让我人族成为那神魔帝国一般的存在 我所追求混沌巅峰 一是我不允许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蝼蚁 二则是为人族 你的确是天才 后手连我都数不过来 哪怕是你今天化作了好兄弟的养料 说不定过后也会在某处又重生了 我也不知道你还有多少后手没用 徐大哥 你那好兄弟被我限制 哪怕把我所有的后手都化作养料补给他 他也达不成我当初的成就 所以徐大哥可否能放我一马 毕竟我也是为人族出过力 说完了吗 说完我就开始了 徐凡说着 身上散发出圣人天威 徐大哥 你好无情啊 真我有些忧怨 同时身上也散发出了圣人天威 承问当年你在原始宗内 那是人族第一妖孽 现在你我同是圣人境界 让我感受一下你当年的雄风如何 如神魔一般的牵手虚象出现在星宇之中 随后从虚空中拽出了无数混沌符文锁链 向着真我抽打过去 真我面色微变 天空中出现了一尊化魔的牵手虚象 用尽全力想撕破封锁逃离此地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徐凡控制着锁链深入到虚空中 把化魔的虚象又给拽回来了 宗门藏经阁中的所有神童我都看过 我也知道我永远不会是徐大哥的对手 但打不过我还不能逃吗 你倒是反抗啊 那种霸气呢 空间裂缝中爆发出一阵强烈的波动 真我的体内融入了无尽的锁链 锁链接触到真我 顺着因果融入到命运之中 这也是徐凡真实的目的 看着真我消失的方向 徐凡喃喃自语 比我想象中还要难搞 哼 圣人状态还是对付不了你啊 也对 堪比原主的人物 怎么能这么轻松拿捏呢 回到隐灵门之后 徐凡看着王宇伦有些遗憾 唉 本来想把他抓回来 给你当养料的 只可惜啊 又被他溜走了 我只能在因果命运上 限制他一下 王宇伦先是一愣 最后抓住重点 徐大哥 你是说 我那真我 恢复了圣人水平 在你手中逃跑了 对啊 他曾经还是三千界的巅峰呢 怎么连和我碰一碰都不敢 趁我知晓我从小到大的所有经历 所以才越发地能感受到徐大哥的恐怖 好了 不说他了 真扫兴 不过 你小心吧 我最近要出去一段时间 他已经被我封印 十万年之内 他是不敢出手的 这段时间 你可以尽情地提升自己 第一千零六章 听徐帆要出去 王宇伦问道 徐大哥 你要去哪里 到界外之地 有些事情 我要亲自去跑一趟 那是 大哥得快些回来 我还等着吞噬完真我 成为徐大哥的左膀右臂呢 好啊 加油 等我回来 看你能到第几世 我向徐大哥保证 千年的我要斩到百世 和王宇伦聊完之后 徐帆回到小院中 张维云泪眼朦胧地看着他 夫君 你这次去界外之地 真的不能带上我吗 路上有些危险 我一个人还行 但是你的话 容易被那些神魔发现的 我不会给父君添麻烦的 放心吧 万年之内 我一定会回来的 在我离开的时候 宗门就拜托给媳妇了 父君就放心吧 随后徐帆又把徒弟们叫来 叮嘱了一下离开之后的事 在所有人不舍的目光中 徐帆只身来到了太史宗 皇山前辈 天命前辈 我走之后 劳烦你们帮我照看一下宗门 此情晚辈感激不尽 小子 那鸿蒙紫气水晶矿脉 可能有混沌大圣人守护 你只要被他发觉 混沌大圣人 能顺着你身后的因果 灭掉整个三千界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三千界所有顶尖种族和大势力 已经开始谋划布局 只要能成功 便一定可以度过此次劫难 安静地在三千界待着 不好吗 有些事情 我必须要做的 皇山有些无奈 你呀 园主也跟着你胡闹 不愿意过来拦你 如今在这三千界 能拦住我的也没几个了吧 好了 两位前辈就等我大圣归来吧 徐凡拱了拱手 一脚踏入到了 通往街外之地的传送阵中 原本的传送阵 已经被混沌巨兽损坏 徐凡是随机传送的 一出来 他就遇到了一堆的混沌巨兽 徐凡冷眼看着他们 目光中透出了一丝圣阳之力 随着圣阳之力的光芒 越来越多 仿佛圣日星猛然爆炸似的 这片混沌迷雾 顿时化成了虚无 徐凡则是化成一头 大罗级别的混沌巨兽 趁机逃离了地方 葡萄 锁定距离前哨最近的一处坐标 传送过去 遵命 主人 徐凡画着一团混沌迷雾 一道传送阵出现 随即 这片区域的混沌迷雾 全部消失不见了 徐凡控制着迷雾 向着混沌神魔前上的位置 慢慢地飞行 他想先抓住一头神魔 找到矿脉的位置 这地方竟然已经被 两大神魔帝国同时发现 那位置肯定不会再藏着了 徐凡赶路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 远处的混沌空间动荡起来 是两位混沌圣人在战斗 徐凡当即绕开 惹不起 只能躲呀 牵下来 徐凡就看到了 两大混沌神魔帝国的实力 他一路走来 发现了不少战斗的残余 从一个已经陨落的 圣人级别神魔的记忆中得知 不算混沌圣人以下的杂兵 每一方神魔帝国 往这里至少派遣了 十个混沌圣人 一个混沌大圣人 至于混沌大圣人以上的 徐凡就再也探查不出来了 他知道 这种情况是证明 那等存在 已经不是他能感知的 扑道 推演一下那个坐标 还有多久能到 主人 根据刚才所吸收 圣人神魔的记忆 哪怕有可以超远程 传送的坐标 到达那里 也需要六千年之久 这样啊 西桐 给我一点便利 六千年 等到了那儿 黄花菜都凉了 徐凡舔着一张脸 来到了仙魂空间中 而符文球 还是如往常一般转动 没有一点回复他的意思 西桐 东东 你看这样 你想办法把我送过去就行了 我再多加你半程的水晶矿脉如何 西桐还是不为所动 西桐 你可要想好了 你要是不帮我 这玩意肯定就落不到你手上 是不是 咱们通力合作才能共赢啊 这时 符文球中飞出了一条混沌符文长龙 消散在徐凡的仙魂空间中 嘿嘿嘿 混沌空间大道 成了 徐凡眼中出现了一抹迷雾 一头扎入到了空间裂缝之中 神魔帝国某处偏远的地方 一处混沌能量密度极高的地方 一座一光甲方圆大的鸿蒙紫气矿脉 在这里坐落着 一边是满兽神魔帝国 一边是荒谷神魔帝国 两边都派遣重兵把守着这个矿脉 而距离此处一万光甲之外 徐凡化身鸿蒙紫气浮沉 相当有耐心地在周边漂浮着 现在两方帝国都处在紧张的对峙状态 他这个时候行动 百分之百会被发现的 所以他必须要等 等双方动荡打起来 在最后某一方获得胜利之后 这矿脉肯定要交割 一旦发生一点乱子 他就能浑水摸鱼了 哎 混沌圣人 混沌大圣人 还是要小心为妙呀 先慢慢漂着吧 话说这么大块水晶矿脉 这一带混沌空间 到底累积了多少机缘了 徐凡流着口水 他知道 这东西可遇不可求 只要拿到了 他就发达了 听一千零七张 水平 而这时 系统突然停下来 符文球之外 又多出了一道屏障 徐凡一下就急了 哎 哎 你 你倒是继续呀 我就差那么一丢丢了 徐凡说了半天 系统还是没个反应 得 终于知道了 这破系统 吃饱喝足药升级了 徐凡摸着下巴 要不他也吸收一点 看看能不能尝试着 把这破系统给干掉 说干就干 徐凡随即就开始推演 如何破除系统的限制 这一片满是 鸿蒙紫气水晶的世界之外 是一处探查不到 边境的神魔大陆 整块大陆 就这么漂浮在混沌之中 此时 一只周身无时无刻散发着 巨大能量的混沌巨兽 辐射着整片大陆 而大陆上陷入战火之中 所有的混沌神魔 分成两派开始无尽厮杀 在一处绚丽灰弘的巨型宫殿上 坐着一个气势无尽深寸的神魔 他就这么静静地坐在宝座上 感受着化作战场的神魔大陆 多少轮回纪元啊 在荒谷帝国中 终于有神魔 敢挑战我的权威了 整个宫殿开始震动起来 一个三头六臂的巨型神魔 走进了宫殿中 愤怒地说他 天荒 自混沌之初 我们便拥护你为王 这才创立了覆盖无数混沌的庞大帝国 我们为你蒸发了无尽混沌空间 为帝国立下了无数功劳 我们本无叛乱之心 为何 你们偏偏要将我们斩尽杀绝 你们本无措 无叛逆之心 对帝国的忠诚 我也能看得出来 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 去探究我所走过的路 成为混沌大圣人就已经够了 如果再想往上走 那就是想要夺走我的命运本源 所以 有此心者 都该死 宝座上的神魔轻轻抬起手来 无尽的混沌能量 控制住了在下方咆哮的神魔 那些混沌能量化成了诡异的符号 向着神魔体内钻去了 慢慢地 那些神魔自身溶解 神魂变得越来越模糊 化成了一团本源 出现在了宝座上的神魔手中 能走这条路的神魔 只有我一个 与此同时 鸿蒙紫气水晶世界中 徐凡正在翘首以盘 等待系统更新完毕 他现在的推演 犹如遇到了逻辑闭环 无论怎么往下 都终将回到原本的方向上 几次之后 徐凡终于放弃了 只能老实地等待着系统更新 同时还不忘 往自身空间灵宝中 收取鸿蒙紫气水晶 当他快把空间灵宝填满的时候 无尽的鸿蒙紫气水晶 受到迁移 出现在了神魔大陆上空 最后 化成大小一致的水晶 出现在了神魔大陆上空 纷纷往下坠落 一道声音 响彻整片神魔大陆 你们追随神魔之主 这是给你们的奖励 徐凡附身在了一块 直径五百丈方圆的 鸿蒙紫气水晶上 刚一掉下来 便被一个圣人级别的神魔收起来 徐凡也进入到了 神魔专属的空间中 没多久 那神魔仿佛受到什么命令似的 直接离开了神魔大陆 这一下 徐凡终于踏实了 那道让他心惊的气息 已经脱离了 嗯 现在就是等着 等系统升级完之后 我再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第1008章 黄古神魔帝国某处边境矿场中 一个叫古元的圣人级别神魔 正在巡视着他的矿场 圣魔大人 旷迈周边十万光甲内的混沌巨兽 已经驱赶一空 每隔千年驱赶一次就行 其他时间 你们照常巡视 遵命 圣魔大人 巡视完一圈之后 古元转身进入了一座宫殿之内 这宫殿就坐落在混沌玄晶铁矿上空 古元先是像往常一样 看了看专属空间内的一大块鸿蒙紫细水晶 就准备到别处潇洒 可看了一眼 他突然发现 有什么不对呀 神识探入进去 古元仔仔细细探查一番 没了 他的那么大一块鸿蒙紫细水晶呢 就 就这么母的了 怎么没有了 就在古元愤怒之时 他的表情和眼神突然变得空洞起来 唉 这个破系统 升级竟然用了一千多年 也真是够了 哎 葡萄 能探知咱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根据从神魔古元记忆中所得到的信息 此处位于荒谷神魔帝国西北边境区 以主人目前的速度 想要返回需要百年时间 我跑得可真够远的 几千年都没回家了 也该回了 不过在走之前 这上好的混沌玄晶神帖 必须捞上一笔 一天之后 徐凡踏上了回三千届的旅程 一个堂堂圣人级别的神魔 竟然只有两件仙天灵宝 我都不好意思拿 不过有了这批混沌玄晶神帖 也算是收获破风了 徐凡现在已经是圣人境界 身上三方的气势 融入到了周边的混沌中 只需一念起 周边数千光甲内的混沌能量 都能为他所用 徐凡感觉他与大圣人 只有一线之隔 只要系统在上位给点力 他分分钟就能突破 不过关键的是 系统压他不给力啊 徐凡摇了摇头 画成一团混沌 破开空间 向着三千界的方向超远距离传送了 他已经完全悟透了混沌空间大道 只要有坐标 他能传送的距离 要比那些没有领悟混沌空间大道的圣人 还要更强呢 就在徐凡连续破开空间传送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 远处有一方如同三千界般大小的世界 徐凡来了兴致 刚想进去看一看 旋即就受到了 这方世界天道意志的排斥 一瞬间 六道恐怖的气息 锁定住了徐凡 三个身后长着 洁白羽翼的异族 出现在徐凡面前 徐凡都懵了 我你妈 天使 异域之人 请离开圣光界 别紧张 我到这儿没什么别的意思 就是赶路的时候 顺便过来看一看 徐凡笑眯眯地 参悟这个世界的大道 短短时间之内 他已经参悟了八成大道法则 其中有大概百分之四十 是和三千界重合的 徐凡拿出六把盗器灵界 哎 别那么见外嘛 见面就是缘分 你看 我给大家带了礼物 每人一把 就当是我送给你们的见面礼 我们那儿有个规矩 客人来了 要把身上最珍贵的东西 送给客人 徐凡说着 身上散发着 无尽的混沌恐怖气息 直接就把这片地方的 天道意志给压屏蔽了 隐藏在三个 有洁白羽翼翼族身后的翼族 也出现了 天使和魔鬼呀 如果说那如天使一般的翼族 是一件艺术品的话 那这三个大圣人级别的翼族 就是长相恐怖 汇集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仇恶 徐凡倒是不管他们 反正弱小就是原罪 他从六个翼族身上 扯出了两件正在挣扎的先天至宝 那六位大圣人 感觉到死亡威胁 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妄动 一座闪烁着圣光的宫殿 还有一把仿佛能把世界劈开的巨剑 缩小漂浮在徐凡的身旁 哎呀 你看你们 这么客气干什么 我还从来没说过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那既然礼物交换完成了 咱们以后就各国各的 祝你们生活越来越好 拜拜 续凡挥了挥手 消失在圣光界中 不容易啊 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先天至宝了 主人 哎 打住 我还记得当初跟你说过 回去之后 你把这宫殿麒麟给吞噬掉 让你成为这先天至宝 圣光殿的麒麟 怎么样 时光匆匆 转眼 百年又过去了 在距离三千界不远的一处混沌迷雾内 无数混沌巨人 在这里进进出出 一道庞大的混沌空间传送阵出现 一头堪比中间世界的混沌巨兽尸体 出现在那里 尸体之后 站着十多个具有准圣气息的混沌巨人 国陶 给我把核心提取出来 大师兄 把这一头圣人级别的混沌巨兽的核心提出来之后 你就能把那一件你心意的先天领包买了吧 王玄心的声音响起来 徐刚却是笑着说道 还差点是 咱们至少要猎杀两头圣人级别的混沌巨兽 才可以从核心中提取足够的鸿蒙紫细水晶 两千多年前 围在这里的混沌巨兽散开之后 引灵门便一直在混沌迷雾区域徘徊 无数弟子组合成为混沌巨人 组队去猎杀混沌巨兽 因为有了先天领逃 将近有三分之一的弟子 紧急到了大罗胜者 组成的混沌巨人战阵 也拥有准胜实力 自保 绰绰有余 第1009章 看着源源不断涌入的混沌巨兽 徐刚总觉得还是缺了点什么 他看向远方 不禁叹了一口气 师父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此时 地下空间中正准备战斗的三号分身 进入了待机状态 二号看到这一幕不禁笑出来 自从本体进击到圣人之后 三号一直没有出手的机会 幸好没有神志 要不然得被憋坏了 我感觉过段时间本体该回来了 你没发觉三号分身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 越来越强了吗 的确 本体一去七八千年 那什么矿脉肯定是弄到了一部分 不知道有没有弄到其他好东西 有没有好东西已经不重要了 本体成为了圣人 三千戒应该算是通关了 通关之后 你本体那性格 可能会咸鱼下来 本体一旦咸鱼了 咱们的好日子就来了 三千戒都通关了 不得放咱个几千年的价呀 这几千年里 一号和二号还真没闲着 不是在升级引领党 就是给弟子们炼制仙天灵宝 还给宗门培育了数万名炼器神将 阵法神师 正当一号和二号讨论的时候 两人突然心有所感 看向了混沌迷雾深处的某一方向 而宗门中 张威云也仿佛受到了感应 此时 徐凡看着被他镇压的三个其他界的强者 嘴角不禁露出了一抹笑意 我走门中就缺几个看大门的 你们就过来吧 一座庞大的先天灵宝级别巨中 停靠在边缘之处 无数混沌巨人 在那上面领取他们的快递 这片区域 已经成为了三千届人族各大商会的宝地 每过一段时间 都有庞大的订单传来 而且都是以鸿蒙紫气水晶付款 熊丽带着一个身材矫健的女子 正在商会巨周上闲逛 壮灵说道 熊大哥 要不然我凑点钱 把那件先天灵宝级别的重锤买了吧 到时候咱们的混沌巨人战阵的战力 起码得增加三成 再联合几个实力比较强的混沌巨人 咱们就可以去猎杀圣人级别的混沌巨兽了 我怎么能用你的鸿蒙紫气水晶 再说了 哪怕能跟混沌巨兽一战的实力 也过不了葡萄考核那一关 熊丽摇了摇头 目前 想猎杀准胜级别的混沌巨兽 要不就是单人组成混沌巨人 要不就是必须通过葡萄的考核 通过之后才有资格 目前尹灵门中只有两小队是有这个资格的 正在向着尹灵门赶路的徐凡 突然心有感应地伸出手来 一位美丽的女子走出来抱住她 父亲 我以为好想你 好了 咱们先回宗门吧 绪凡回到引灵门的那一刻 一道由三千界深处射来的霞光 照耀着整个宗门 绪凡甚至感应到了 牧原仙界天道意志的气息 这等于是牧原仙界承认她的圣人之位 绪凡实力已经是在混沌中 强行突破到圣人 在三千界中 哪怕没有仙界的承认 她也能发挥出圣人级别战力 引灵门上空多出了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看着徐凡 很是温和 徐凡缓缓点头 不得不说 无论是仙界的天道意志 还是三千界的大天道意志 对徐凡都很照顾 每回徐凡需要 他们表现都很给力 徐凡身影就这么出现在引灵门的主风上 吸引了所有弟子的注意 在徐凡离开的这几千年中 引灵门虽然照常发展 可大家都感觉像是缺了主心骨似的 如果不是三号分身还在宗门中震守 弟子们可能会彻底没了安全感 这一下 大家都觉得 嗯 主心骨回来了 宗门一下就活翻起来 好了 你们都很不错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们已经完全撑得起整个宗门了 我也听扑道说了 这几千年中遇到了不少事 全靠大家群策群力 大家辛苦了 晚上 全宗举行完大宴之后 徐凡张维云还有徒弟们 在小院中品茶闲聊 师父 您走的这段时间 人族和其他顶尖种族布局成功 把主要战场牵引到远离三千届的地方 在此期间 三千届除了受那混沌巨兽的干扰 其他时间没有太大的变化 不过 引灵门却遭受了 不过引灵门 不过 引灵门却遭受到了那些被蔑视 不过引灵门 却遭受到了那些被毁灭世界的抑郁强者 在整个宗门的奋力抵抗下 那几个异界强者 无功而返 看着徐刚兴奋的样子 徐凡想了想 伸出手来 掏出了一个小事件 哎 刚啊 你看看 是这几个人吗 李星辞在旁点头道 他们只是其中之一 当初来了好几拨一届强者 其中大事件级别的全都被白蛇和红山巾被挡住了 这事儿为师就不操心了啊 这个仇交给你们来报 强攻我引灵门 必须要报仇 徐凡说着 把小事件往宗门大门的方向轻轻一谈 王玄心站出来 师父放心 十万年之内 徒儿保证报此仇 好 我也是看好你哦 和弟子们聊了很久 直到太史宗的黄山来到隐蔽门 徐凡才把弟子们打发走 迎客殿中 黄山看着徐凡 怎么 这才几千年不见 你就跟我见外了 这不是表示对前辈的尊敬吗 不用叫前辈 我看你现在镇压我 也就瞪瞪眼的事情 哎 黄山前辈说笑了 瞪瞪眼有些勉强 总归是要用手段的呀 我这次来 是想邀请你回三千届 参加万族大会 听到这儿 徐凡好奇地问 啊 事情不是解决了吗 怎么还开万族大会呀 一团光影浮现在黄山身前 他在上面点了几个光点 这个光点 是咱们的三千届 黄山又点下了 距离三千届最近的一两处光点 这个 和这个的规模 不弱于三千届 只是倒霉 被混沌大圣人神魔战斗鱼波扫中 全部崩坏 现在万族大会的主要目的 是分配利润 虽然这两届崩溃了 但是好东西可不少 那我去那里干什么 你以前是三千届的顶级阵法神师 你去参加万族大会 可以增强人族抵御 不过你晋级到圣人境界 就不用这么婉转了 到那里之后 看谁不爽 就对谁 让那些异族看一看 未来人族最强者的威风 哎 黄山前辈 原主才是我人族的苍天之助 我可当不得这个罪子 原主最初的性格跟你一样 要不是太世宗上一任选主为他舍命 他也不愿意担起人族的重任 现在你又是这样 看来咱们人族想统一三千界 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前辈不能这么说呀 人族统一三千界 可比担当人族重任简单多了 如果到时候人族想要称霸的话 我肯定竭尽全力出手 原主当初也说过类似的话 黄山看着徐凡 把我改造一下 就放你们长假 千年的长假 奔铁 先放假 回来再改造行吗 也行 反正都游戏打通关了 后期再把仇报一报 也没什么大事了 看着徐凡浑然不在乎的样子 二号分身认真地打量着他 本帖 你猛然这样 我还有些不适应 我都紧急成上人了 在这里还有什么能威胁到我 本帖你说得对 我跟一号先走了 一号和二号离开之后 引力门直接出现在了 万族大会开设地点之外 这外面停靠着各种各样的灵宝 宫殿山峰大陆巨州 甚至还有一座星辰 每一座都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这时 一艘巨型龙骨舟 来到了引灵门的旁边 龙舟之上 响起了大前仙主的声音 不知徐凡兄弟可在 哦 是大哥呀 小弟啊 这几千年不见 可想死我了 大前仙朝之主 看着徐凡亲切地说道 尤其是感受到徐凡身上散发的圣人气息之后 表现得更加热情了 一道龙银声响来 一条常有万丈的祖龙 冷冷地看着徐凡 龙老二 哈哈哈哈 看你这么不高兴 有什么事别憋在心里 说出来 让大家开心开心 啊 哈哈哈哈 徐凡也用别样的目光 上下打量着这祖龙 祖龙就感觉 好像全身被看透了 冷声说道 我龙族与你们的恩怨 虽然暂时放下 但这不代表我龙族会放过你们 你是想等你们龙族培育的那个妖孽成长起来之后 找我秋后算账是吧 听着徐凡的话 祖龙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懒得搭理他 直接离开了 这就是 你说